現在住劏房,現在住在環境差的市民來說 數量,即是不要說了,跟這個一萬個單位相差很遠 這麼嚴重的問題,為什麼做這個過渡性房屋 政府自己不走多一步,自己找地,建了過渡房屋 而是要靠其他團體呢?那個理由是什麼呢?